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社会责任感 那您觉得就是在创业初期的时候 是有钱更重要 还是人脉 还是项目本身的价值呢 我觉得创业最早期的时候 最重要的还是创始人本身吧 就是因为我觉得呢 钱呢 资源呢 还有这个项目呢 都会因为人而发生改变 就同样是有钱有资源 项目也是对的 如果人是错的就很容易失败 但是如果人呢是对的 即便项目不好可以换项目 即便钱不多我们可以去融资 即便资源不多 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资源好的人 来支持我们 所以我觉得在创业中 更重要的其实是人本身 包括创始人 包括我创始人 在搭建团队的时候的员工 我觉得都是 其实是创业的核心资产 所以我一直觉得就是 到了我们这个新的时机 一个公司的核心资产 其实本身是人 不是机器也不是厂房 也不是我们生产的商品和产品 最核心的其实是这个公司的人 创业难 首业更难 那你觉得陪我APP未来 在首业和创业方面 你有如何的见解呢 我觉得移动互联网时代 把这个创业和首业的这个区分 更加就是把它加速了 说以前我们觉得首业 好像是一个企业家 好像年纪很大了 要把这个家业传给他的儿子 或者才有这种首业的问题 但现在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我们知道一个企业的兴衰 可能四五年 就会完成一轮迭代 包括我小时候 你看经常用的手机 就是诺基亚 可能五年后 等我研究生毕业就倒闭了已经 包括我们知道的很多巨头 像黑莓呀 像科达呀 这样的公司很快就倒闭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 在这个行业发展中 尤其移动互联网到来 一个行业的兴衰速度都是很快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一个产品 可能才刚刚兴起 取得一定的成绩 就会有一个首业的问题 就比如说 就如何保存现有的优势 然后去扩大自己的增长 取得更好的行业地位 比如说我可以举个 陪我APP的例子 我们最早期是做语音 社交直播起家的 现在我们把这块做好了 现在有四百万的用户 像我们最近也做出战略决策 就是我们要先娱乐行业进军 我们也成立了陪我影业 这样的话 就把我们在90后中 拥有非常强的流量优势 和我们对90后红人的挖掘 然后我们公司去投资 拍摄出品很多新的 这种90后的电影 然后拍这个电影的同时 又推广我们的APP 所以我觉得慢慢我们的APP 也从以前的一个单一的社交软件 或者我们从一个社交的 移动互联合公司 更转型为一个 泛娱乐的一个公司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觉得创业要不断迭代 才能起到所谓的守业的作用 所以其实也就是 创业其实就是守业 守业就是创业 因为创业其实就是为了 保存你之前所做的这些成绩 做出了一些新的突破 如果一个人我觉得 创业和守业 他没有搞清楚这个问题 很容易失败 那你在创业之前 有没有对这个产业 进行一个预判 我自己做陪我APP 这个行业本身 当时就是因为 我对90后的社交方式 和它的社交路径 有很深的思考 因为我们首先觉得90后 是未来是非常注重 社交的一代人 可能对70后80后来说 他们可能更注重的是 比如说知识的学习 或者是可能很多实用技能 你看在80后 大家用的比较广泛的软件 都是一些实用软件 那么斜程啊 去哪儿啊 那些挡车软件啊 但90后呢 大家比较喜欢用的 都是一些文化娱乐性的软件 比如我们的陪我啊 Bilibili啊 有一些视频网站呢 所以我们觉得在90后 他们对文化 对认知的需求 其实更多 原因我觉得也是因为 他们的父辈吧 60后70后 为他们打下了 非常好的物质基础 所以现在90后 我觉得他们有大量的 空闲时间 是用来做娱乐 用来做社交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当初啊 做这个娱乐社交 切入90后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原因 您有没有最想 对习近平总书记 说的一句话 我希望啊 习近平总书记呢 对创业者还可以 推出更多政策 来支持我们这些创业者 比如说我觉得啊 在北京 比如说创业的成本 还是很高的 因为创业呢 是一个急剧性的一个行业 所以呢都是 往大城市 其实创业更好 因为更容易找到人才 更容易这个 找到投资 但是我觉得同时 大城市的创业成本 也比较高 所以我希望啊 总书记能够推出一些啊 有利于90后创业的政策 能够帮我们降低成本啊 降低人力成本 降低这个房租的成本啊 能够让我们更多的 90后创业者吧 能以一个低成本低姿态进入创业这个行业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